旅客们下飞机大包小包依需进行通关程序 日前遭旅客批评入境程序耗费时间过长 为了简化流程 指挥中心宣布7月30号起取消行李货舱 转机行李消毒作业 只维持行李上输送代时消毒 实际询问旅客原本需等候约1到2个小时 取消行李舱消毒后只需等候约40分钟 整体流程时间估计缩短约40到50分钟 原本预计可能要花个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40分钟对我来说其实相当中还要快很多 不只取消行李货舱消毒 为了加速消化机场旅客 淘机新增防疫巴士分担防疫计程车压力 新增双北的一个路线5个班次 才固定时段来发车 在上午7点到8点 还有下午4点半到8点半 固定每个小时来发车 各路线防疫巴士将载送旅客 分别前往北中南全台9个停靠点后 再由亲友接送或搭乘防疫计程车 但不同班机乘客全搭乘同一台巴士 是否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 对于增加感染风险 指挥中心做出回应 当然任何一个措施 那它都有相关的风险在 我们都会依照现况来调整 指挥中心强调边境政策 不会松绑也不会加盐 但入境程序简化 势必更考验乘客们自我防护能力 谢谢张志美洋翔与SNG台北采访报道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PI444